30岁可以年收入超过百万吗 来看这个65年次的张饶禅的例子 他很会做手工弹卷 而且自己亲手做 他开了一家店 那么只有妈妈跟他两个人来做 资本额28万 现在每个月至少可以收入16万元 头上绑着白毛巾 这位十分有造型的年轻人名叫张饶禅 今年刚满30岁的他就成为年收入百万的小老板 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一根根香味四溢的手工弹卷 潮潮熟练的将做弹卷的面糊 放在高温170度的钢板上压烤 大约15秒钟就能完成 后来到这里 他很远就可以闻到我们的香味 就让他吃到嘴巴 你咬下去的厚实度比较够 原本在对街卖烤玉米的他 因缘机会之下 底下这一间手工弹卷的摊位 为了增加业绩 除了零售之外 他还请跑办公大楼办试吃 我会多带几盒去 请他们试吃看看 大部分上午去吃 下午订单就会进来了 同时刚好买过来吃 我刚好吃一口就觉得不多吃了 赶快过来买 我们台中上来了 正因为中流产脑筋冻得快 再加上蛋卷可口 常常是一试吃就有订单 也因此两平大小的店面 一个年轻人和妈妈 共同投入了蛋卷试验 不但卷出了好滋味 也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开始新闻张用红李世龙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